主要目前呢就在屏東豐港的滿風訓場 透過我們制高點的最新的畫面可以看到呢 其實今天天雷操演就在這裡要正式登場 在目前這個火炮是還沒有射擊 不過呢目前根據了解今天天雷操演所出動的 就是155的榴彈炮 那麼今天總共是會有38門出動 那麼總共呢一門呢是會發射 一個總一門呢會發射三次的砲彈射擊 可以看到呢當時呢這個情況呢 是非常的轟轟烈烈的 我們來看一下現場畫面 目前並沒有等到第二波次的這樣的射擊 不過呢其實透過我們根據現場了解的狀況呢 今天整個射擊的過程會分成三個階段 那麼首先剛剛第一個階段呢是這個戰場照明彈 那麼事實上呢就是要模擬敵軍呢 輔曉初擊 因此呢我們國軍呢是利用這個戰場照明彈呢 來照亮整個海面上的情況 讓我們的國軍能夠看清楚海面上的狀況 以及敵船總共有多少 那麼第二階段呢就是坐灘線火箭 所謂坐灘線火箭呢 我們就是要從這個空炸發射這個空炸性管 那麼利用這個炮彈呢 它在空中破炮碎片呢 來造成敵船的殺傷力 那麼另外第三階段呢 就是反擊支援射擊 那反擊支援射擊呢 它會透過這個有一個目標區 那麼這個目標區它的範圍大概是 1.5公里乘以500公尺這樣的一個範圍 那麼我們的炮彈呢 必須要精準的對準這個目標區 並且呢是彈灼在這個目標區的框框內 那麼也就是利用這個所謂的順發性管 這個順發性管呢 它所謂順發性管其實就是呢 把這個炮彈呢 再觸及到目標區的時候呢 它就會瞬間爆炸 也是對敵軍呢 造成一定非常勇猛的殺傷力 那麼事實上可以聽到現場呢 是不斷有這個炮聲隆隆的這個聲音呢 那麼事實上今天呢 100這個155榴彈炮呢 其實它會總共呢 是發射三門 那麼分三成三個階段 那麼今天整個國軍呢 士氣也是非常高昂 雖然說整個天氣狀況是不太好 但是呢 還是不影響我們的國軍士氣 那麼以上是在屏東這邊 最新情形時間交換蓬內主播